如果有一天啊 你醒來發現變成女生了 OK啊 然後然後你就是長頭髮 就是一個女生 我是啊 而且很漂亮 我現在就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現在是男生的臉 我是女生的臉 你是男生的臉 好你是女生的臉 你是男生的髮型 哪有 何韻是跟我髮型一樣啊 你是男生的身體 你怎麼知道 這個身體這麼壯 當然是男生 我又有故意練的啊 偽裝自己 然後呢你問 你變很漂亮了 那你會做什麼 把哥哥啊你幹嘛 你會想辦法進演藝圈嗎 會啊 你會想辦法變超紅的 幹掉蔡依林 你會想辦法嗎 你會想辦法 而且你的身 你所有你的力量都還在 你的舞蹈也還在 你的搞笑能力也還在 你的唱歌也還在 你的模仿也還在 只是你的聲音就變女生的 OKOK 然後就變成一個你 變成一個女生的你喔 很強喔 球速很強喔 他找你去開球 你會去開球嗎 開 你會吹很快的球嗎 超快 你會吹超快的球嗎 想哇喔 這樣子嗎 然後加入他們 你會加入嗎 你會加入明星籃球隊 然後你是女生 然後你會想辦法 做一些花式的上籃這樣嗎 對對 你會這樣 然後買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然後 故意在蔡依林面前走來走去 那你會告訴他 你是羅志祥嗎 不會 你不會跟他講 我會說我要蔡志祥 你蔡西亞啦 蔡志祥 你蔡市長 跟他比安嘛 所以說 所以說你會很努力的 變成一個女藝人 會的 然後 然後就來 然後在巴拉門口走來走去 為什麼要在巴拉 你已經變藝人 為什麼要在門口走去 你不是要努力變成一個藝人嗎 你要努力變藝人 對啊 讓副總看到我啊 那羅志祥 然後拍偶像劇 你變女藝人這段時間 羅志祥就不見了 OK 就不見了喔 那我媽媽認得我嗎 不認得不認得 你就是一個女生 你會跟你媽媽講嗎 我會跟我媽講 你會跟小雙說嗎 會啊 小雙如果說你笑的 因為我有一些習慣 他會知道啊 我只要講一些我的事情 他就會說 你真的是這樣 對 然後那你會跟 你會跟阿雄說嗎 阿雄會看得出來啊 阿雄會看得出來 對 所以說 他每天來我就要叫我嘛 他都叫我起床嘛 對 因為我都習慣 都沒有穿衣服 然後變女生這樣 阿雄 阿雄會這樣 然後他打電話 阿雄你回來了嗎 我手上有一個女生啊 可是不寫實啊 不寫實啊 但是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變了 OK啊 你會 你會不會就是 OK 我應該會有很多人追 你會有很多人追 對 你會故意去弄一些 譬如說你 譬如說你跟JJ好朋友 跟潘瑋伯好朋友 你故意去調偷他們嗎 調偷他們 然後拍下來 然後給記者 好賤喔 像狗仔跟人 好賤喔 而且他 而且他們的招數 你也都了解 我等一下跟潘瑋伯見面 因為太屌了 因為你是男神 對 來拍我拍我 然後每一集都有我 而且你都很懂 你很懂這種進退應對這樣 然後故意借位 然後拍 潘瑋伯跟那個辣妹接我這樣 太見了 好不好 我變很紅 瞬間變很紅 好酷喔 你超屌的 心機很重的女藝人 快一下快爆 錦龍河 酒令的新聞可以講 那你如果變女藝人的話 你會最想參加百分百的哪個單元 打蔡依林單元 為什麼你幹嘛一直打蔡依林 幹你幹嘛一直針對蔡依林啊 到化妝金就抓他 往他喉嚨鞋這樣 動 怎樣 為什麼你要一直針對蔡依林啊 因為他常常打我 是這樣嗎 可是當我變女生的話 我就可以打他 對 對 還怎麼要報仇 這麼 這麼的想要就報仇 一上台就扮他腳 然後他就跌倒這樣 好來 又到了小鬼精采預告 明天是百分百遊戲王 等一下我會接到電話 最後 我們要播MV 中立火車 艾琳娜 蔡依林對不起蔡依林 我開玩笑了 來不及了